好 而且我很少看到學員這麼熱烈的 就坐第一台就坐好 通常在課堂上 我們都自我選的座位都往後面坐對不對 但這是這個班的特色嗎 這是基隆社長的特色 我也要看清楚 喔 很好 所以謝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看到大家都坐在前面就覺得 事情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我作為第一堂課其實開心 那我有聽我的夥伴 大概的介紹各位 因為上禮拜你們已經有相見完了 所以每一個人都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學習的目標 或者興趣或動機來到這裡 那我的任務呢就是 今天是第一堂課吧 我會簡單的 記得不是簡單 我要花三個三個小時 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堂課 就是所謂的步道學 以及 開設這堂課的主要的 開課的待會 建議步道協會 那 為什麼會推動這樣的課程 以及各位今天坐在這裡 這是基隆社群大學 對不對 那這兩個社會 應該說一個社會行動 社會差異的 這樣的一個公民行動 然後今天把大家 大家給加入 那這兩個社大運動 跟步道運動 中間其實有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知道嗎 所以這是三條軸線 一條軸線叫做社大 一條軸線叫做千里步道 中間有一條軸的就是各位 就是這個步道學 所以 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空間裡 大家一起來上這堂課 絕對不是偶然的 至少我們在這裡出現不是偶然 但我也相信你們出現在這裡不是偶然 那我們這一系列 今天更感謝基隆的有限電視 在地的有限電視台 他也會把全程錄下來 大家有看過第三排嗎 就是那種 電視台的教育文化的頻道 有沒有 供應頻道 常常在講 供應頻道可以進入每個人的 家庫的電視機 那如果有更充實的內容 更有趣的內容 更在地的內容 就不只是各位 二三十位的學員 很多基隆的朋友 也跟你們 可能是可以 在家裡就非常的學習 所以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所以我們現在一開始很熱嗎 各位有一點 好 如果真的熱再把一個開場 我就來說這樣的一個故事 好 你在今天之前 這已經是進入社大學 或者已經去過社區大學的請舉手 有一半 你是因為這堂課才進入社大的舉手 我還是一半一半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現在今天我要講這個 講題 叫做 公民手部環境力動 心理步道德 關懷的發展 的時候呢 我一定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好 我不知道有多人知道這個歷史 但是 我們就先來話從前一下 這個大概是 我們陸續有一些朋友來了 現在是幾年啊 20 我這個年代的走線是從1990年開始 你現在是28年前 有沒有人排不到28歲的 有沒有人排不到28歲的 是比你們出生前還要 早 所以真的有歷史了 我也有歷史了 好 其實在 大家知道是什麼時候的結業嗎 那 在1994年的時候 有了第一場的街頭的遊行 不是因為政治議題 不是因為環境抗爭 不是這種拉白過條 而是提出一個訴求 而且走上街頭的人呢 是學校的老師、是家長、是小孩 這是很特別的 當然解嚴之前是不會有 所有的街頭的行動都是被視為違法 那解嚴之後 人民可以上街頭自由的表達他的訴求 那這一年的訴求叫做4.0造改 因為他發生在1994年的4月10號 那那個時候大家如果跟我年紀比較相近就知道 那個時候提出來的訴求叫做教育現代化 小班小校 然後廣設高中大學 等等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提出的訴求呢 因為台灣當時的教育是不打不成器 是這個考試至上 就是所有人都要去拚聯考 所以有很多的教育的缺失 所以在那一年呢 很多的教授、老師、家長、學生 上街頭希望台灣的教育可以現代化 那主要的發起人 是一群台大的教授 包括我今天要介紹的社大的倡議員 跟千里步道的倡議者 黃武雄老師 這是第一個交集 就是為什麼社大 所以在1994年4月10號 第一次教育界的人上街頭 來表達是要教育正常化 教育自由化之後 然後在1994年的9月 那黃武雄老師呢 提出了一個共享叫做 地方政府設置社區大學的一個草害 也就是說在1994年9月之前 在台灣沒有社區大學的四個字 但是這個共享呢 只是在那時候可以提出來 一直到了1997年 那黃武雄老師寫了一篇文章在中間的指導 叫做 倡議廣式的社區大學 深化台灣民主 發展什麼 台灣新文化 這是在97年的聖誕節的第二天 正是有一篇這樣的文章 接著在1998年的9月28肇事節 第一所台灣的社區大學景點 在台北市的文台社大 這里頭有非常有趣的故事 為什麼中間隔了那麼久 黃武雄老師在提出這個 思議廣族 設置社大之後 他就被醫生判定 他只有半年的壽命 就是他得了嚴重的 肝癌默契 然後半年就會 就是他趕快去準備 他 人生未完的事 不過他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那所以因為他活下來了 然後他又覺得他殘留的生 應該對台灣社會做更多 他覺得他可以做到事 所以在97年 他寫了一篇長文 在98年 其實在98年的5月4號 就所謂的新股市運動 在台北 當時是陳水扁當市長 陳平當勞工 陳平當勞工 如果沒聽錯的話 那當時就把這樣的一個 社區大學的廚藝構想 提給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責定了 在文山 當時是在文山國中 就辦了台灣的律所社區大學 那大家在這裡有看到 基隆社當時什麼時候成立的 第二年 98年的時候第一所 台北市文山社大成立 那其實 99年 永和社大開學 那為什麼都提到永和社大呢 因為 黃五熊老師自己去唱一個 社區大學運動之後 他其實並沒有擔任 台北市文山社大的校長 或任何的職位 但是他在99年的時候 1999年的年初 他推動了所謂的 當時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武所社大 他就是有個社大的創校主任 主任之校的意思 那 9月之後的12月就是基隆社大 在基隆這邊成立 2006年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另外一堂子 我先各位來參與的 仙女步道的步道學的課程 是在2006年建立 黃五熊老師因為 肝病的關係 所以他在 辦完410之後 他過了幾年 他其實因為要養平之後 他就退休了 那要成立社大的時候呢 要推動千里步道運動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從台大市府已經退休了 所以當時的步道運動 的辦公室就設在有個社大的辦公室 很有趣對不對 因為他是有個社大創校主任 那我呢 我在沒有擔任 千里步道協會的執行長之前 我就是有個社大特別註定 所以我對社大非常有感情 我在 我從99年 加入社群大學運動 就是社大的一開始 到現在已經22年 但是中間有16年 參與步道運動 所以越來越多的步道運動 所以各位來到社大 金融社大 來參與步道學的課程 其實就進入了這樣的兩條 歷史的脈絡 這個已經歷史課太複雜了嗎 這是我們最年輕的人對不對 所以你還好 26歲而已 好 所以你看你已經走入歷史 年輕的歷史 意識到各位來到這裡上課 在越美國小 大家知道是什麼時候接牌的嗎 去年 這就寫12月8號在這裡接牌 那越美國小也是社大運動 這22年來 第一所全校都是實體化的社大 其他學國的將近90所社大 分別就會跟其他的學校 國高中校 然後德用教室 白天有國中生 高中生 晚上是社大學院 但是各位在這裡 是全天候的教室 這個發展還有非常有趣 那為什麼這麼多的 就這兩條線 會合在一起 其實大家既然來到社大 基隆社大 我想也要有一點了解 社大其實它有它的伴選理念 它之所以跟五十班 跟長青學院 跟中國團 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的 辦學成立的目的 是有差異的 沒有好壞 沒有說社大比較好 別人比較不好 不是這樣 而是說社大辦學 總是有它 跟其他的辦學單位 有一樣的地方 要亂吃就 同樣的一個招牌就好 為什麼越有 長青學院高的 什麼 中國團 五十班會社大 那它的差別是什麼呢 其實各位也在體現這件事 因為你們選的課 就是很富有社大基階的課 包括什麼意思呢 第一 它是作為一個公平社會的 一個在地基地 所以我們這個步道學 特別叫基隆步道學 我們到宜蘭去的時候 它是宜蘭步道學 我們五月會在這個課節時候 我們會到高雄的奇美 旗山社大 辦的是旗山步道學 大家知道它是不一樣的 到底哪裡不一樣 首先它就是在地 所以上禮拜明星老師應該有跟大家介紹 提議來介紹課程對不對 所以除了步道學的一些核心的課程內容之外 還會有很多在地老師 會把在地的這些專業領域 不管是資訊 或者一些他們長年的觀察 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二呢 各位在這裡上的這個課 當然也包括我們步道學的經驗 都是一樣的 它是引入多元的思維跟創意 也就是多元的領域 而且它是一個 能夠發展在地知識的 這樣的學習的平台 那各位學習之後 也會發揮你們學習所得 也要反饋給在地 所以這是奢納精神的第二部分 第三個呢 奢納很重要的一個內涵就是 它要進行在地的 體育跟人才的陪力 所以我現在看到 譬如說行之委員的辦公室 外國來了 然後那個王國威老師 我們大師農場就也來了 你先也來 可是很多人他同時也是 某個組織或者 你想要把自己裝備成 也是一個在地的人才 自學的同時也不能夠反饋這個社會 那第四個就是呢 他可以結合一些在地地集 而且可以進行社區跟社會廣播的串流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到別的地方學習 大部分都是為了充實自我 這個沒有錯 但是充實自我之餘 還可以做更多的 對在地的一切關懷 這個就叫做什麼 一般人學習是為了不善其身 那但是大家學習可能不只不善其身 而是要堅善天下 所以我們的課程也會翻牌 要去走路 要去手作 將來你們都會成為一個種子 所以這個是社大的運動的精神 那我現在就回過懶頭來 來跟大家介紹 那 不道運動 那將來你們上完這堂課 走出去 你就說我上過 千里步道跟社大合辦的這個 基隆步道學 那他會問你說 那千里步道在幹什麼 那你至少今天替完課以後 會有一點點的概念 或者你以前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來 回顧跟檢視一下 你認識的 大概是哪個面向 我剛說的 千里步道是在06年發起 發起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黃沪熊寶石 他覺得他人生已經走到最後了 然後他覺得台灣社會 還需要一種很低很低的門檻 幾乎沒有任何門檻 就可以參與了多米行動 那他覺得環境的遊序 是最重要的 那但是過去這四五十年來 台灣社會因為講求經濟發展 講求快速 所以每個人都頭紋得尖尖的 跟時間賽跑 那也跟這個整個地球在搶奪資源 那他特別覺得 如果要翻轉這樣的一個 過去的一個常態 就是我們發現哪個地方有破壞了 要去搶救什麼問題 那大家可以集結起來 放街頭 拉白布條 舉這個牌子 說抗疫 哪裡要把垃圾也埋藏 要蓋在哪裡 或者哪裡要有這個 有毒的廢棄物 不當的填滿等等 所以他特別提出 有沒有一種運動 一種環境守護運動 不是去搶救 不是去防白布條 不是去抗爭 而是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讓大家對自己所生活的環境 就會去關注 你平常就關注你生活的環境 然後你平常就去認識 這些環境中的一些特色 然後你因為認識 而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關心它 甚至去讓它有為耐的時候 你可以去保護它 就有一點像 大家看過那個小王子那個小小的書 有沒有 他因為很用心 交換他的玫瑰花 所以他跟他的玫瑰花有一個感情 因為那個玫瑰花是他的責任 就像我們說 我們很愛我們的土地 愛台灣 但是如果你只是拿課 會說我愛台灣 或者你的妻子說愛台灣 那這可能不是真的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對 你愛的對象 所以認識很重要 所以怎樣認識呢 當時黃老師寫的一篇文章 其實不到三千字 他的這篇文章叫做 夢想一條環島的千里不倒 聽起來很浪漫對不對 好像一篇閃文吧 夢想一條環島的千里不倒 也就是說他透過那兩千塊 這不到三千字的文章 在想像說如果有一天 那我們每一個人 都把自己心目中最美的那條步道 把他接在一起 可以環繞台灣一圈 那讓大家想要走出家門 透過走路跟騎單車來認識台灣的時候 有一條很棒的路線 是可以帶你認識台灣的特地的特色 就像台灣每個地方像一顆珍珠 那有一條環島的路線就是一個珍珠的項鍊 所以當時的那一篇文章就是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來合作 每個人都提出自己覺得自己所需做這個地方 最美的路線 串連成一條環島的路 那大家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你知道的路線提出來 然後我們把它接在一起 提起來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夢想很簡單 總之有了一篇這樣的文章 這是在2005年的時候寫的 到2006年呢 這就跟我有一點關係 2005年寫了這篇文章的時候 因為那已經是17年前 當時沒有Line 也像這樣每個人手機都拿著對不對 大家想想看 什麼時候Line有風景 那時候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寫E-mail 所以那篇文章在很多人的E-mail信箱裡頭 寄來直去 然後大家都會問黃老師說 這夢想很好啊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去環島的話 都要坐火車啊開車啊什麼 如果可以走路環島 騎單車環島 而且那條路很漂亮 這件事很值得大家去做 現場有沒有環島過的 走路嗎 騎腳踏車跟騎摩托 哦 至少沒有騎腳踏倒 好 你環島幾天 十天 十天 差不多 那這位呢 嗯 之前有參加過一個台灣海洋環境教育 哦 沿著海邊走 沿著海岸線環島 那妳要走35天嗎 他們每一屆走的天鮮不太一樣 我是參加2014走67天的 哇哦 那我沒有完全上啊 那我跟換參加 哦 果然這個班有這個 嗯 過湖長龍的人 哦 可能有些人沒有 真的環島但也走過很久 或者心中有的這個夢想 總之在2005年就很多人開始問 哎 那條路線在哪 有些人的目一就也看到說 哦 夢想一條環島的 就牽離路道 就說那那牽離路道在哪裡 那條路在哪裡 我也想去走走看 好 但問題是還沒有開始嘛 那只是一個夢想 所以因為很多人都在問 當時王武雄老師是 反正他是永和社大創教主任 那我是永和社大特別助理 那他因為已經從台大退出 所以他並沒有工作夥伴 他的工作夥伴就是 永和社大一個行政團隊 所以當時我跟他說呢 如果等我 我那時候2002年左右 2004年我回學校去讀碩士班 去讀研究所 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讀完碩士 我拿到學位 你這個牽離路道的夢想 都還沒有開始的話 那我來幫你開始第一步 就是說你至少 人家都要問那至少第一步 那第一步是什麼呢 黃老師覺得他自己沒有什麼號召力 他覺得這個是要全社會起來 那他頂多只是在教育界比較多人認識他 所以還有在社大 所以他希望找一個文化界的人 所以他去找了小野老師 那他想要 因為這還是個環境永續的行動 所以要找荒野保護社會 所以呢 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找了 小野老師 大家認識他嗎 他那個小說那個散文家 也是一個做電影工作的人 那還有許恩秀老師 所以就在2006年的末年前後 那我的任務就是幫黃老師找到了他們兩位 然後一起這三個發起人 就在三月的時候就見了一個面 然後就說好啊 這是一件好事 那他們兩個月一起共同成為發起人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 他們聯名寫了一個發起的邀請信 我的概念假設就把這個聯名的邀請信 寄給所有我們認識的人 社大的人 荒野的人 文職工作者 大跟院校的人 各種附近 然後邀請大家在4月23號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共聚一堂 來共商大吉 看看怎麼樣把環島的 千里步道可以啟動 所以4月23號就是千里步道的發起物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從半個志工 一個志工 一個工作人員 三個工作人員 五個工作人員 永和社大的前十年 千里步道的前十年的辦公室 就設在永和社大辦公室 所以我就一半負責設大的特別助理 一半就負責千里步道運動 在千里步道十周年之後 因為累積了很多很多的社會的期待 跟工作的能量 所以在十周年之後 千里步道就自己有一個新的辦公室 然後推出更多的公民行動 那現在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立場是怎樣 千里步道運動 大概可以分四個階段 一轉眼已經是 今年已經要滿十六年了 要進入第十七年 所以 因為黃沐熊老師那一篇文章 所以大家可以也知道 他就是要帶大家去 透過 串聯 串聯出一條環島的路線 所以他不是要去開路 不是說我們就跟政府要三億 我們就從台北這樣子繞一圈 然後開一條 這個一公尺寬 兩公尺寬的步道 要讓大家走 不是 他不是要做工程 他是要做串聯 不僅是路線的串聯 也是人的串聯 那在這個串聯的過程裡頭 他就會看到一些立體 方法說 所以千里步道不是全部走在山頂的步道 他當然會走在山頂 他會走在步道 他也會進入城市 譬如說他會進到基隆市 譬如說我們會進到暖暖去 我們會知道四角停去 所以他談的是 在城市裡 他談的就是綠色交通 在城市裡還是要走路啊 還是要騎單車 那走路可以騎單車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自行車到人 人行道 或者歷史街區 徒步區等等 所以他的形態有很多 像水浸路 農路 鐵道路 這些都是人可以 比較能夠照顧到 行人路全的路線 所以有綠色交通 那你一邊走路 如果這條路要很美 他必須要很自然 至少要種樹 對不對 要有靈命 灌溉不能太嚴重 旁邊不能有一大堆除草菌 你不能一個人總在 好像那個水溝裡頭 如果他旁邊全部都 都是水瓶牆的話 所以那時候 黃老師又提出一個叫做 香野山岸 什麼叫殺野山岸 就是你走在鄉村裡頭 最常會碰到的 對環境的 這個破壞 第一個就是光派 一個就是除草菌 一個就是水泥路來 無所不在的水泥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談到 為什麼會 手足步道 為什麼會成為 步道運動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水泥能夠盡量減少 水泥代表的就是 外來的這種硬的負面 所以 同時你在做環島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口氣都不停留 而且你去環島 為的是要認識這個環境 所以中間你要停留 你停留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在地的故事 所以我們會很重視在地特色 所以農於三寸 它要保留它的原來的特色 你要吃在地的美食 對不對 你不要到了 雲林的鄉下 去吃了一樣是麥當勞跟坑德基 那你走到鄉下去 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意義 或者你到所有的夜市 都吃同樣的東西 這裡就是講的就是 文化生態裏德那樣 剛剛講的很好笑嗎 那我還在吃麥當勞 哦 我還在吃麥當勞 沒關係啊 你在這裡吃麥當勞 可是如果你到了屏東 或者你到了花蓮 你還是吃麥當勞 就有點可憐了對不對 麥當勞可以啊 那算是過副 但是沒有 但不用 常常吃好 所以這樣的過程裡頭 我剛剛說 牽離不到運動 可以分析在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現在我們就從2006年一直到2010年這個 五年當作第一個階段 完成的是什麼事呢 完成的就是 剛剛說的串連一條環島的切符道 頭一個五年就完成了這個串連 很快吧 而且為了完成這個串連呢 很有意思哦 其實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苗栗去 就問苗栗的朋友說 哎呦我們要從台北 要這樣子桃竹苗 總共這樣下來 那我們想說看一下 經過你們苗栗的時候 走哪一條路 會比較漂亮 有特色有故事 哇那老人家很認真啊 而且很熱情 有啊我們這裡到處都是古道 而且每條古道都會有故事 然後他會告訴你他有其他的故事啊 有故事 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家後面就有一條古道 說我們家後面走過去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帶著紅紅的客家牆的老人家 聽得懂嗎 他很知道但是我們聽不懂 所以我每次去 在那個年代 我們都要把那個北島地圖 放大又放大 然後貼成像地板這樣 四分之一這麼大 摊在地上 說阿公你能不能幫我們治 你家在這裡的話 那條路怎麼走 有一次去花蓮去探路 那裡有很多阿美圖的朋友 我還記得 因為我也是花蓮人 那我去探路 其實我大概知道路線 但是我們總是想要找一個 能夠盡量找一個避開汽機車 的大馬路的小路 因為我們就是要走路會期待這樣 因為大馬路都是這個 第一會有交通的 這個流量安全的壓迫 而且風景不夠美 我還記得我在花蓮探路的時候 在這個 自學 不曉得大家對花蓮什麼時候 就是自學 然後吸口 要到鳳嶺的路上 那我就沿路 就那個 鄉街其實很少會碰到人 就問他路的 然後每個人都說 喔有啊 你要到鳳嶺喔 那邊路就在那裡 可是每個人指的都是台走線 就是最大的那種中環線 所以我每次都要問出 我不是要找大馬路 他們也有我們一路 我說我要找那個小路 最好是風景很美 然後又可以 進入現在叫做打卡點 網紅叫打卡點 這個秘境 說我們要盡量避開大路 我後來問到一個騎摩托車的太太 她就問我 她聽到我說我要找小路的時候 她就很好奇啊 她就停了摩托車 然後把她的那個 範圈 帽打開來 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找小路呢 平常我問路人在做回答 不過她很好奇的 就說 你為什麼要找小路 我為什麼簡單的把 當時牽涉步道仔 在找這個環島路線的 這個墓地啊 用意跟她做簡單的說理 她就開始跟我說 她說我以為是來考古的 這時候怎麼還有人要去找那個小路 然後就開始想說 你看那個山邊那塊地 就是我那個阿公的 那個那個地呢 我們現在後來捐給政府當學校 開始講很多很多故事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跟當地人 在談這些事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很多在地故事 總之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 到每個地方去 調查 而且還做一件事 就現在很紅的就是導航 以前的導航就是開車 告訴你怎麼開 那當時我們跟一些企業合作 就是去開設PPGIS的課程 PPGIS的課程就是 公民參與室的地理資訊系統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用 現在是手機啦 以前是用像8米這樣的GPS 教大家怎麼樣子 使用那樣的機器 來把路線標定出來 而不用每次都 帶大規資本的地圖去滑線 那當時是跟中研院 還有台大第一次 因為我很多大學教授的資源 就開了 從北到南 去開了這個 PPGIS 公民參與的地理資訊系統的課程 最多來參加的就是學校的 譬如說 社會科的老師 或者一些 在做社區工作的夥伴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所以在那個頭五年 我們大概就透過不同的課程 完成了串聯 然後出版了 最重要的兩尾書 在那個時期 就是環島的路線 我們把它收在 《千里古道環島曼星》這個書 如果大家喜歡看書 你現在在圖書館可以借得到 郭卡拉也買得到 我們把環島的三千公里 一圈是海線 一圈是三線 還有一條是從台中到台南 一圈大概一千兩百公里 兩圈 三千海線 再加西部的平原線 我們把它分成十二條路線 每一條路線 七天六夜停走完 鼓勵大家可以做一個 比較長距離的 圖庫的狀典 七天六夜 譬如說你從台北的新店 七天六夜的第一端 可以走到 花蓮的 七星檯 這道書啊 也新之難 反正就第一個七天六夜 就走這一端 然後 從七星檯走到 我幫我光復還是瑞瑞 第二個七天六夜 所以那本書呢 就把我們前五年 露澀串的成果 以及路線上會經過的 八十八個社區點 都做了介紹 因為你七天六夜 你一定要吃啊 要住啊 要聽導覽啊 要聽解說 然後 最好可以深入在地 所以就做了這個介紹 另外呢 我們就把這八十八個社區 的據點 三千公里長度的 這樣的路網 那我們接著又做了一件事呢 我們帶有企業 來贊助 在這八十八的點頭 找出了十一個 農漁山村 做什麼 如果他們 我們帶著他們 如果他們可以發展出 兩天一夜的流程 那我們就去 邀請 自己負擔自己費用的民眾 去到他們 做生態旅行 譬如說 旅頭介紹的 譬如 遺然的內城 加一個布袋 你們聽過 雲林的三條文 三條文比較不充實 有人知道 你是那個人 雲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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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雲林人 我在基隆 我在台北 我在台北 哦 你在台北 哦 你從台北來上課 哦 你發了什麼台北 雞翠五位 是哪五位啊 不只五位 一二三四五 本是五位 辛苦大家 我們今天從台北過來 所以我們在那本書裡頭呢 就介紹了這些農漠魚山村 譬如說像 剛剛講到三條文 這個 我因為先來到運動 其實認識台湾很多的 雲林山村 這幫我上了畢比課跟歷史課 大家如果多走 步道 其實也是會認識很多的歷史地理 那我們就在 二零 二零 二零一三 那時候我們 募了一個企業是這樣的 譬如說我如果去三條文 兩天一夜 只要一千五百塊 包吃包住 包一包 包結束 很便宜啊 那個時候 那如果你有親朋好友 或者一個公司企業 二十個人去 這樣社區會收入多少 三萬 那社區就要提多5% 作為社區發展資金 那我們就去找一個企業來相對的贊助 也就是說好 譬如說我這一團 譬如說這個 聽用步道學的班子 有二十個同學 我們去三條輪 生態旅遊 我們總共 一人一千五 所以二十個人要找三萬元的社區 那社區把三萬塊的百分之五 當作社區發展資金 另外一個企業就相對提撥同樣的這個基金 給社區 那有五% 那有五% 所以社區因為接待了這二十個人的三萬塊 會有百分之十的收入 也就是三千塊 所以一團他就有三千塊的基金 作為社區永續發展 或者種樹綠化的這樣一個基金 我們當時出的這本書到某一群豬以外 就是搭配這樣的一個供應券物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提出生態旅遊 也是一種供應的 與其你去辦兩週 然後花了三萬塊 然後吃了三個小時的飯 然後三萬塊就花掉了 但你這三萬塊可以拿去大家一起 如果是個大家族 你就可以到社區裡頭去住下來 兩天一夜大家會綁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去看別人的這個環境的特色 然後聽那個故事 很好玩吧 所以當時我們就邀了很多很多的團體 組團 去到不同的 我們介紹的農民三村去住一晚 所以我們這本書 那這本書也一樣 圖書館也有 我們辦公室也有 如果還想要看的話 所以當時呢 我們建造的那些農民三村 到現在為止 他們有些已經發展出很好的 生態旅遊的流程 譬如說 光色的這個 海巴朗社區 他們自己走出了自己 一棒的 這些部落的 譬如說最早的時候 我們也去了 加一個布袋水剛講 鹽田 智鹽的體驗 還有內城 那時候他們剛開始做這個 就是做那個 鐵牛車 去社區做學禮等等 還去了彰化的西州 大家知道西州嗎 就是那裡有水浸 這個地方 所以 這些故事都寫在書裡頭 這是第一階段 那到了第二階段呢 我們就發現 其實在做環島 路往串沿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大家想要 清淨這個自然環境 清淨山 只要他離開城市 進入比較郊山的地方 其實常常會造成 因為我們喜歡大自然 喜歡外活動 反而造成了環境的負擔 所以 這就是一個水浸 過度蔓延的一個狀況 譬如說我們在街上走 會有硬撲面 我們很奇怪 但是走著走著 往山上走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這些 硬撲面水浸 都往往山上延伸 這就會造成 輕易的切根和破壞 所以第二階段呢 我們就做了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使動 叫做 嬌山守護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 在2012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感受到 大家越來越喜歡清淨山 可是在清淨山的過程中 就會反而 因為我們的需求 造成環境的影響 這我相信也是各位來上 這個步道學的重要的一個動情 動心起念 所以我們也一樣 所以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一個訴求跟願景 想要跟全台灣的 愛好山林 愛好戶外的朋友來 共同念 就是 天然步道林子之 水泥步道林成長 不要因為我們想要清淨大自然 而造成環境的破壞 所以我們提出了 澆山守護的三部群 第一部群 就是從忽略調查開始 到底 到底因為我們想要清淨山林 走入戶外 而造成環境的影響 現況是什麼 這也許下個禮拜 林先生老師也會跟大家再更多的說明 就先提到下個好 當時從2012年開始 我們就 召集了 就是召募了 有興趣的職工 他們的任務呢 就是 踏查台北、新北、大台北地區 244條列管的步道 去調查看看 到底現在政府列管的步道 現況如何 結果調查的成果 的結果是這樣子 台北市 總計 他們列管步道 平百一十多年 剛剛現在比較長了 因為後來他們都 發展出台北大眾州 當時呢 2012年的時候是 一百一十多年 那 新北市呢 大概有三百二十多年 因為台北市小嘛 新北市大 這是調查的長度 那這個長度底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結果是什麼 在台北市 還是自然的敷面 就是沒有加任何的這個 地上墓 負面的 只剩百分之十 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的步道 所謂台北市列管步道 百分之九十 全部都是有負面的 可能是花崗岩啊 石板啊 水泥啊 碩木啊 這比例很高啊 只剩百分之十字啊 那新北市比例比較高一點 大概有 有三成左右 在這樣的調查以後 看看水泥 光是水泥 光是台北市 一百一十公里里頭的 扣掉十的自然之後 剩下的一百里頭 有八十二公里 全部都是水泥 直接塗上水泥了 你因為想要到三里頭去享受自然 可是你卻讓你腳下的 路徑 因為你想要享受大自然 變成水泥 水泥有什麼壞處呢 水泥倒有些變壞處 但水泥外處就是 它馬上就是在一個山 山坡 或者一個潛山 有點像開個拉鍊碗 水泥的步道也很想拉鍊碗 第一條先這樣過來 如果它不只一條 還有很多條 那就給這 這個步道上做了這個 明顯的清淨切割 它會影響包括土石的問題 海水的問題 這些都是 在我們的礁山環境 很容易看到 這裏我先放幾張照片 所以當時的這些 有點像光明科學家 有點像各位 但是他們當時的目的是很清楚 就是我們教他怎麼樣去拍照 怎麼樣在線上提寫資料 怎麼樣計算他的長度 怎麼樣辨別他是什麼負面 他們就在台北市的 274條步道上 400公里再500公里 一寸一寸的去看 就拍了一些照片回來 這張照片很有趣吧 他們拍的時候就說 哇老師我們拍到一張照片 也像章魚腳 夜市有的章魚腳 比較不能理解為什麼 一個步道要做成這樣 雖然他沒有敷上水 但是他 一個一個這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概念 財城路 他比較像社區後面的小路 所以會用很多有趣的材質 這是其中一個調查 製作拍回來的照片 這不是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怎麼樣子 去利用自己周邊環境的潛山一帶 在台灣真的是順土順金 所以連這樣的鍋 因為要墾地嘛 要墾一點東西 或者要多一點的墾地 就用了各種可以利用的東西 這個 最常見就是宣傳旗子啊 備料啊 把一個本來可以綠油油的一個 鍋地 變成一個 看大家欣賞 怎麼看大家都可以 這也就是自動在做這樣的調查的時候 開始去看到自己中間的環境 其實每天去華山會在生活中 其實你很難真的去做觀察 所以就我們說 當你速度放外 而且你帶著這個 不一樣的眼光去看你的環境的時候 你其實會看到更深刻的 一些環境的客戶 這個是我們住的這個 中和的 這個叫做圓通寺 有人住在中永和嗎 從海貝爾 像中永和的扣椅是長好幾多 中和大概有60萬人 圓圓已經23萬人 然後那個山路 反正就 連那個大樓都蓋在山邊了 所以後面的這個步道 你看上面還有這個 女兵子負責什麼啊 這是在山上的 這是自己蓋的 還蓋著這個 還把這個棚架蓋上 還中了棚 可能是廁所或洗手間 或者連密接之類的 這也很多啊 在山上就自己搭起童子 好像把我家客廳辦到山上 可以煮茶 可以唱 好啦OK啊 可以下棋啊 山上成為所有人 在都市裡頭 想要享用環境的時候 又可以自知到山上 大家覺得這個好不好 常見吧 山上還有漁球場 你知道嗎 自己每天想一點也想一點 結果一個漁球場就出現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也不斷地反思 當我們喜歡大自然 我們上到山上 其實都是 享受大自然 他的綠藝 他的風波金 他的空氣 他的清風 他的綠藝 但是 那我們這樣子在 在利用他 使用他 有沒有更友善的方法 這也是我們在步道學以後 會不斷去反思的 當我們喜歡走步道 好 我們想要走到山林裡頭 那到底腳下的步道 怎麼樣子 又可以 符合我們的需求 又不會復環環境 晚上我也自己去怎麼樣 又嚇到 那上面有附著這個 這個 鑽 號稱後水磅 然後上面其實 很多人說 綁護條是因為有岔路嘛 那 免得很一腿 可是怎麼看 你都會發現 那個綁護條的地方沒有岔路 那為什麼會綁這麼多步條呢 道磁流 龍火燈三水道磁流 所以 很多人去走到山林上 也會覺得 如果你實際上 會預防迷途 這個無可厚非 但綁成這樣說實在就已經不是 好 也談過這樣嗎 慢慢的 這堂課 明天老師也會在講 大家講 這個是輪胎步道 你會說 廢輪胎這樣 廢物利用也很好啊 到底好不好 可以之後可以慢慢考慮 希望等你們最後一堂上課的時候 就會有答案 大家可以放在心裡頭上 好 這就是 簡單的跟大家 來說一下 基於 這樣的一個調查 而當時提出了 自然步道零水師 水泥步道零成長 那 怎麼樣去更正確的 去認識一個 對環境果善的一個步道的樣態 所以 累積了 慢慢的累積這些觀察 跟這些跨裏部的一些專業 的智能之後 我們提出的第二波 就是我們剛說守護 這些步道 步道守護三部學的第二波 就是我們推出的 叫做 以三守護之多的培避課程 這個時候步道學 慢慢的 去建構 這個步道學課程的這個架構 所以包括 所以你們會在這堂課裡頭學到 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融合科學 包括你要走失落的音響 這個應該上次有講過嗎 OK 那我們快會看過 所以有四大原則 這個 這樣來大家一定會 耳熟能詳的 反覆的 備送 像我們在辦公室 常常會接到來自各界的電話 我有一個 我自己有一個 山坡 也是我的 祖先留下來的 我們覺得手作步道理念很好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來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園區呢 要怎麼樣來做手作步道 這當然是一些很好的事 但是因為 進步道的人力很有限 所以我特地鼓勵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這些呢 你可以來上課 了解 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考慮一些邀約的時候 我們會從 整體性 公共性 避教性 拓切性 尤其是公共性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 尤其有很多的助教老師 來去協助 推動一個手作步道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他首先要 回應他的公共性 這個路 這個議題是屬於大家的 而不是你家的後院的山坡 你家後院的山坡很重要 但是因為作為一個非理主之 我們希望把更有 有限的人力 放在最具有公共性 當然破洩的心理很重要 就是說這條路就要被 被開路了 馬上自然步道要損失 只要變成一個大馬路 要去搶救 所以在 之前我就去搶救了阿朗尼古道 因為不希望他變成一個 台二十六線的一個公路 大概會有這四個原則 所以這四個原則 其實在我最後介紹那兩本書 上禮拜有介紹那兩本書嗎 手作步道跟手作指導 那後面有特別祈禱 這四個原則的一些準則 那第三波呢 步道手步的第三波的行動 就是我們希望讓更多人 能夠重視步道這個課題 所以我們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很多倡議型的組織 就會定一個重要的節日 來號召大家一起更認識 所以我們在 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就希望我們能夠把 六 我們就定六月 第一個禮拜六 作為台灣步道 所以 邀請大家一起為你自己手愛的步道做一件事 那訴訟就叫做青山不青山 你親近山你但你不要侵害了這個山 所以 第一年步道日的時候 我們是號召全台灣各地的朋友 自己就在自己家附近 找一條步道 一起來為一條步道做一件事 不管是去走步道啊 做導覽解說啊 去撿垃圾啊 或者做任何事都可以 所以我們拍了一部影片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自己在那個沒有錢沒有人的 的狀況下 拍了一部 台灣步道日的宣傳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可以上網 再有很多我的影片 沒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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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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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